网友曾说有一种爱情叫泛泛黑人 不过小编我觉得现在应该说 有一种父子叫黑人与飞飞翔翔 众所周知自从两个儿子出生 黑人从晒西狂魔变成了晒娃狂魔 每条微博都是关于儿子 而这一举动似乎是让泛泛吃醋了 到28日 九位路面的范围机作为代言人险险上海 为某母英网站活动站台 一席白群泛泛状态非常好 身材十分活辣 想必是黑人这奶爸当得十分称职 让他省心啦 不过在现场泛泛却控诉 黑人太爱儿子都忽略他啦 有一种恩爱叫黑人和泛泛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黑人十条微博里面会有八条提到你 哦没有了现在 现在十条里面有九条 就是贝贝想象 看来泛泛促进不小哦 黑人快发一条微博秀一下恩爱吧 不过说是这么说 让人感情还是非常牢固的 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泛泛和张上涵的事情 闹得不可开交时 黑人还亲自与网友解释说 自己的老婆绝不是网友说的那种人 看黑人如此呼吸 泛泛肯定有特别的调教老公的秘籍啦 不管怎么样就是当爸爸妈妈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小孩身上 但每一个礼拜要早两个小时出来 就是可以跟对就是跟爸爸就是单独的出去 看着电影也好或吃个饭就是有单独相处的时间 要有那个quality time 邀顾全娱乐上海报道 网友曾说有一种爱情叫泛泛黑人 不过小编我觉得现在应该说 有一种父子叫黑人与飞飞翔翔 众所周知自从两个儿子出生 黑人从晒妻狂魔变成了晒娃狂魔 每条微博都是关于儿子 而这一举动似乎是让泛泛吃醋咯 到28日 九位路面的范围机作为代言人险身上海 为某母英网站活动站台 一袭白犬泛状态非常好 身材十分活辣 相比是黑人这奶爸当得十分称之 让他省心啦 不过在现场泛泛却控诉 黑人太爱儿子都忽略他啦 有一种恩爱叫黑人和范范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黑人十条微博里面 会有八条提到你 哦没有了现在 现在十条里面有九条 就是贝贝想象 看来范范促进不小哦 黑人快发一条微博秀一下恩爱吧 不过说是这么说 让人感情还是非常牢固的 前段时间网上 关于范范和张少涵的事情 老得不可开交时 黑人还亲自与网友解释说 自己的老婆绝不是网友说的那种人 看黑人如此呼吸 范范肯定有特别的调教老公的秘籍啦 不管怎么样 就是当爸爸妈妈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小孩身上 但每一个礼拜要早两个小时出来 就是可以跟 对就是跟爸爸就是单独的出去 看的电影也好 或吃个饭 就是有单独相处的时间 要有那个quality time 邀顾全娱乐上海报道